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十章 一到十六节 所罗门的真言 智慧之子使父亲欢乐 愚昧之子叫母亲担忧 不义之财毫无益处 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 耶和华不时义人受饥饿 恶人所欲的他必推开 手懒的要受贫穷 手勤的却要富足 夏天聚敛的是智慧之子 收割时沉睡的是宜休之子 福指临到义人的头 强暴蒙蔽恶人的口 义人的纪念被称赞 恶人的名字必朽烂 心中智慧的必受命令 口里愚妄的必至倾倒 行正直路的步步安稳 走弯曲道的必至败路 一眼传神的使人忧患 口里愚妄的必至倾倒 义人的口是生命的泉源 强暴蒙蔽恶人的口 恨能挑起争端 爱能遮盖一切过错 明哲人嘴里有智慧 无知人背上受刑账 智慧人积存知识 愚妄人的口素质败坏 富户的财物是他的奸诚 穷人的贫乏是他的败坏 义人的勤劳致生 恶人的镜像致死 在前面三天里面 我们非常快速的 简短的把贴草伦利家 后书给分享完了 那么今天开始呢 我们要分享的是 简短 简短书 简短书呢 从一章到九章呢 是在讲述神本主义的这样的智慧 并且呢 智慧的必然性和追求它的当然性 我们为什么要追求这样的神本主义的这样的智慧 然后从这十章到二十二章呢 是具体的寄述了这神本主义的智慧 在我们生活里面如何彰显出它的能力 所以在这个十章到二十二章里面 出现两类人 一类人呢 就是智慧之子 追求智慧的人 另一类呢 就是愚昧的人 所以呢 从这个十章到二十二章 就是这个两个的对比的这样的内容 对比的内容 那么这样的对比呢 一共出经文呢 出现这个出来三百七十五个这样的对比的经文 那么我们首先看一下今天的这第一个部分 一到五节的经文 所罗门的真言智慧之子使父亲欢乐 愚昧之子叫母亲担忧 不义之才 毫无益处 唯有公义 能救人脱离死亡 耶和华不使义人受饥饿 恶人所欲的 他必推开 手懒的要受贫穷 手勤的却要富足 夏天聚敛的是智慧之子 收割时沉睡的是 遗休之子 那么在这里出现恶人和义人 懒惰的人和勤劳的人 依靠神而得的意是我们脱离危险和死亡 智慧的根本是神 我们的神 他是良善的神 他不会让我们的灵魂干枯 当我们追求他 寻求他的时候 神会赐给我们恩典 并且神的智慧 他不是抽象的 智慧最具体的样子出现 以什么样子出现呢 就是这个诚实 工作 诚实 然后夏天的聚敛 这样的都是一个诚实的一个表现 智慧让我们每到时令的时候 知道去撒种 知道去耕耘 知道去收割 让我们诚实的去工作 如此义和智慧的道路是安全和丰盛 让我们得到丰富的神的恩典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在每天的生活里面 我也常常劝导我们的青年的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上班 我们不要总是在乎 我们签了多少钱 签了多少合同里面 给我多少工资 不要成为工资的奴隶 也就是说给你多少工资 你就干多少活 这是工资的奴隶 而是把这个工作当成 神所赐给我们的使命 呼召的地方 真的 而把工资当成 我们的付出 神给我们的一个祝福 所以呢 真的上班的时候 比别人早上班半个小时 早上班一个小时 下班的时候 也是比别人晚下班半个小时 晚下班一个小时 努力的去工作 那么是不是太亏了呀 不是的 这就是智慧之子 如果你这样持续的工作 努力的工作 别人不愿意干的 又张又累的活 你去诚实的去工作 这是我们基督徒的诚实 诚实的工作 三年以后 你肯定会升职的 三年以后 你肯定会怎么样 被重用的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的诚实 上帝的智慧 我们的诚实 通过我们的诚实 彰显出来 神的智慧 不是概念 它是具体的 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活出来 所以祝愿 我们弟兄姐妹 今天能够在神面前 走这义的道路 愿神的智慧 充满在你里面 我们再看 这第二部分 六到十一节的经文 福祉临到义人的头 强暴蒙蔽恶人的口 义人的纪念被称赞 恶人的名字 必朽烂 心中智慧的 必受命令 口中欲望的 必受倾倒 行正直路的 步步安稳 走弯曲道的 必至败露 一眼传神的 使人忧患 口里欲望的 必至倾倒 义人的口是 生命的泉源 强暴蒙蔽恶人的口 我们的内心有什么 可以通过我们的口 显露出来 也就是通过言语 显露出来 无一例外 人心里面有什么 都是通过他的言语来 暴露出来 通过他的言语来 显露出来 恶人最大的特点 就是通过他的嘴 说出他的恶来 最终他们会 因他们所说的话 没有智慧的话 而受惩罚 灭亡 今天让我们查看 我们 我们的言语是什么样的 让我们查看 我们今天一天 所说的话 以此来 查看我们的内心 我们的内心 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心 并且今天的经文 也告诉我们 一人的嘴是生命的泉 作为神的儿女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口中要充满的是 安慰 鼓励 祝福 今天 在你工作的现场 生活的 你的家庭里面 你和妻子 丈夫 孩子 或者弟兄姐妹 或者在公司的同事当中 有没有需要你鼓励的地方 有没有需要你祝福的人 请你张开你的口 鼓励他们 安慰他们 祝福他们 说出智慧的话 我们再看 十二到十六节的经文 恨能挑起争端 爱能遮掩一切过错 明哲人嘴里有智慧 无知人被上受行葬 智慧人 积存知识 欲望人的口 数字败坏 富户的财物 是他的奸程 穷人的贫乏 是他的败坏 义人的勤劳 自身 恶人的 镜像 自死 如同在前面我们强调 智慧要在我们的生活中 具体的彰显出来 它不是抽象的 它是具体的 最大的表现像诚实 这样的 是具体的 心灵的智慧具体的 引导我们的行动 智慧人的人用爱 来遮盖他一切的缺陷 不是他自己的 遮盖别人的缺陷 遮盖这个教会 或者团体里面的 这样的纷争 成为一个生命 用生命 救赎 用爱来拯救 我们的共同体 拯救我们周围的 这样的人 并且 他能努力的去工作 诚实的去工作 积攒知识 积攒财宝 智慧呢 让我们得着丰盛的 生命的果子 这就是神赐给我们的回报 并且这个智慧 不会停留在我们里面 通过我们的手 通过我们的脚 彰显出来 各位弟兄姐妹 今天 是我们实践主爱的时候 今天 是我们实践这个诚实的时候 今天 是我们实践这包容的时候 让我们用我们的口 用我们的手 用我们的脚 用我们的全人 来实践神的智慧 愿神的智慧 与你一起同在 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 主啊 今天 让我们来 渴慕你的智慧 寻求你的智慧 让我们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用爱 用包容 用这样的服侍 祝福 活出 你智慧之子的生命来 以耶稣 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